这把武器是一把剑 剑的话没法转换造型啊 有的人说剑可以转成上的 上的可以转成枪 枪可以转成啊 对不对 杖可以转成啊 对不对 双环 所以说武器啊 这个造型是可以转的 但是没法夸主族使用 这把武器就只有大能无安斧 人逐的物理器可以用 如果给其他的物理器也算上的话 就顶多还有个利天机啊 1119除以3加647 武器的话是1020 然后双加的话 33再加6 39再乘一个0.67 再加上一个1020啊 1046 这把武器的话 宝石钱的是6万 专用武器的钱的话 大概是一个30万啊 这把武器的话 大概可以给号加上一个36万 实际上1046的武器呢 是非专用也能达到的 非专用的极限的话 差不多是1053啊 不过是一把米的 而且双架也不太对 就是这把武器的话啊 36万啊 它6粒的熔炼的话 已经算过了 6粒熔炼算过了吧 算过了没有 兄弟们 看一下历史记录啊 算过了啊 这种问题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看到单价 就知道160的上限是多少 你看历史记录是39 乘以0.67啊 所以说熔炼的6点 我就早就已经算过了 这种对在估价里面 就属于 对不对 很常规很细节的操作 就是直接把熔炼的上限加码了 好 空耗的